提到ColorOS 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 简洁流畅 听着平平淡淡 但是对于一个系统来说 这可以说是非常褒义的评价了 这台X6 Pro我们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的14版本 提案了一周 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九 魔力十年 崭新出鞘的OPPO ColorOS 14表现如何 我们走起 智能机刚兴起的时候 大部分用户基本的要求就是不卡 不卡就是好手机 ColorOS也在这时候诞生 并定下了系统基调 简单说快就完事了 不过随着手机性能硬件的进化 单纯的快肯定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了 OPPO的哪代系统 你印象最深刻可以把这个数字打出来 我们之前去过OPPO的实验室实力探访过 流畅可以简单的拆分为 底层流畅 优惯流畅与体验流畅 比如说ColorOS 7的量子动画引擎 11的防卡顿引擎 13的超算平台 都是在快这个基础上添砖加了 是对底层系统的优化和视觉动画的设计 你想要再好的体验 那就得需要在细节和功能上更进一步了 这次ColorOS 14的主要升级概括一下 就是基础体验和流畅度 这台Find X6 Pro升级后 你第一感觉就是比之前用起来 要更加舒服了一点 比如我点开软件的响应速度要更快 过度动画也感觉更自然了一些 在系统动效上 快速启动退出应用时的打断动画 也比之前要更加丝滑了 我们也专门做了几个测试 比如日常感知明显的应用冷启动和后台留存 我们从系统商店下载了Top20的热门应用 先将手机冷却重启 然后手动确保每个软件都处于无进程的状态 更新到ColorOS 14的这台Find X6 Pro 用时99秒 并且没有杀后台 而同样搭载骁龙8.2 16GB内存 但是系统还没有更新的1加11 用时就是108秒 而且它还杀了两个后台 注意这些软件都是没有预加载的 不只是应用外 这次应用内的加载也更加流畅了 我们给这两部手机导入了1000多张照片和视频 我们点开微信聊天窗口 选择相册发送图片 在滑动浏览选择时 ColorOS 14的加载图片的速度就非常快 即使你这么拉到底 大部分照片还是一瞬间就出现了 而没有更新的1加11还在努力加载显示 一张一张的网外泵 应用内外这次都更加流畅 这个体验进步还是十分明显的 系统UI上面变了 又好像没变 把如变两个字给打在公屏上 ColorOS 14依旧延续了13的水深设计 只是在一些细节上做了调整 比如在系统设置里就加上了更加清晰的分界线 在交扣逻辑上这次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 OPPO在上一代泛在应用的基础之上 新加入了流体云 可以根据不同服务的重要程度 实现更清晰的展示 比如闹针和录音这一类的系统实施APP 你一点击开始之后 它就会在状态栏上变成一个灵动胶囊 长按的话就会打开这个面板 再不影响你当前页面操作的前提下 就可以直接暂停或者结束 免得你还要不停的切换应用 不止于此 这个流体云还可以智能识别你复制的信息 比如说最近双11 很多小伙伴估计买了不少东西 发现了优惠的价格 也少不了分享给身边的好友 以往实验这个步骤 你得来回跳转 先打开某板 再回到微信复制链接 再切回某板 才能保证识别成功 现在你注意看 只需要再看见这条链接的同时 对应APP详细商品的跳转窗口 五个字一步到位 其他的 例如复制快递单号直接跳转查询 复制地址跳转导航 复制航班火车号直接跳出车次信息 甚至无时无刻直接复制翻译 如果你习惯了 这效率提升还是挺明显的 心情都感觉舒畅了不少 这次不找新功能 让Color S14感觉变得更加工具化了 比如任意采集和闪速抠图 你通过侧面栏的小布视频 可以提取当前页面内的文字和图片 然后存放在中转站 随取随用 其实大家也都明白 确实好用的功能 对OS之间大家相互借鉴 也是支持各家厂商的跟进优化的 闪速抠图 你可以把相册照片里面的人 或者宠物给抠出来 导入微信直接就是表情包了 独家制作 之前我们在范图N3上填过的文件随心开 打通了Android iOS Windows间的文件壁垒 现在你只要更新到Color S14 也可以实用了 工作室内全部使用Mac办公 但我们很多小伙伴使用的都是Android手机 通常会收到一些不兼容的文件 现在如果使用Open手机 就可以直接打开苹果的Pages文件了 跨平台大工人福音 Color S14新增了Fulllink入口 无需下载应用 可以直接连接Windows电脑 在电脑上面收发短信 打电话传输文件 还可以通过随心工作台 在不同设备上 查看同一OPPO账号下的文档 这几个功能如果配合起来使用 移动办公的体验 确实更加搞笑了 不过不过不过 体验之中呢 自然也碰到了一些小问题 比如说这个横屏下的控制中心 感觉依旧不是很好用 强烈建议OPPO早日更改 并且可能是处于工作板的原因 我们还碰到了一些奇怪的小八个 比如说傅一屏 通过一些操作 它就会自己砍回系统主界面 我们也都将其反馈 给了OPPO的工程师 估计你升好的时候 应该已经拍掉了 OPPO卡路S14这次的更新 主观感受上还是不错的 虽然一打开 Ui图标表层的东西变化都不大 但是最核心的流畅度确实有所提升 增加了不少好用且实用的功能 系统都在区域成熟 其实不搞什么花里糊哨 稳扎稳打也是一个很好的凑劣 不过在各家系统功能 都越来越丰富的时候 也希望OPPO能够在保证 全面流畅的基础之上 再给用户增加多样的选择 那就更好了 OK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 对你产生的一点帮助 记得在下方 给我们点个赞 特别感谢 更多的精彩 大家在全网搜索观众 我爱此呗 不管那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